在美国生活的小伙伴们 或多或少都听说过一张医院账单 让你倾家荡产的故事 更有一个民间笑话广为流传 一个病倒的人在婚约前 最后一句话竟然交代的是 千万别喊救护车 由此可见 在美国看一次病有多贵 所以医疗保险就变得至关重要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美国的医保制度 以及哪种保险更加适合你 目前美国的医保体系主要是三大板块 一是针对军人等特别国家公正人员 建立的免费医疗体制 二是联邦政府和州政府 共同制定的Medicare和Medicare 还有就是商业保险 第一种政府为特别人群提供的 免费或超级优惠的医疗系统比较特殊 一般情况我们也蹭不上 我们主要说一下第二种和第三种 这两类保险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需要根据每个人自身的情况 来进行投保选择 首先就是政府承担运营的公动保险 Medicare医疗计划和Medicare的援助计划 Medicare俗称红蓝卡 由联邦政府负责运营 医疗费用是由我们公司中支付的 Medicare部分所组成的信托基金支付的 所以Medicare个人需要缴纳的保费 跟家庭收入以及工龄等条件都相关 并且服务范围还比较大 Medicare主要服务65岁以上的人群 当然它也为年轻的残疾人士 透析病人以及剑动人提供赔付 接下来我们说Medicare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白卡 Medicare主要是针对低收入者 通常情况下如果年收入低于 联邦贫困线的138% 就有资格申请 没有年龄限制 而Medicare的保费是由联邦 州和地方税的资金支付 一般来说 申请白卡需要是美国公民 或者持有绿卡 新移民也要满足在美居住满5年的要求 但是既然是一项援助计划 美国政府本着人道主义精神 在很多地方放宽了限制 但是小编还是建议 不到万不得已不要申请Medicare 因为最新出台的Public Charge 已经明确地讲到 Medicare的列入公共负担的范围 如果申请 日后会影响绿卡的批准 那么除了针对65岁以上的Medicare 以及低收入阶层的Medicare 我们绝大多数有稳定收入的中青年 该如何为自己设立医疗保险 这就要说到第三种商业保险了 绝大多数商业保险都是由雇主提供的 自己只需要缴纳很少一部分保险费用 商业医疗保险在美国的医保体系中 占着最大的份额 虽然没有任何一家商业医保公司 能跟Medicare这种公共医保比肩 但是正是这种原因 才能让每家商业医保公司 提供优质的服务来保持竞争力 像比较著名的United Health Care Blue Cross Blue Shield 以及Kaiser Permanente等等 都有着很好的保险计划 当然如果您的雇主为您提供商业保险 就要看您所在的东家 有和哪个保险公司合作 直接按照雇主提供的Ply 来进行投保就可以了 最后我们说一下医疗保险中 比较特别的两个闲种 就是牙医保险和眼科保险 一般情况下 这两个保险需要单独购买 当然许多雇主 在为您投保的时候会一起买 但是还是有很多雇主 会放弃这两项保险计划 所以大家在拿到保险卡的时候 要看清楚自己的保险计划 是否涵盖这两项 如果没有并且未来可能会有这两方面的治疗 还是建议大家独立购买相关的保险计划 毕竟在美国看个牙医 不比进一次急着是便宜 好了 以上就是美国的医保制度 今天只是给大家一个广泛的概念 美国的保险系统还是非常庞大复杂 在投保之前 大家还是多少要做一些功课 甚至请教一些专业人士的 尽管如此 小编还是真心建议在美国生活的人 能够有一份自己的医疗保险 不仅是保平安 更是防破产啊 下期节目呢 我们来聊一聊美国的仓储式超市 欢迎订阅关注我们 并且开启小铃铛 就不会错过最新的更新了 爱生活 让你爱上美美的生活 我们下期再见